这盘棋讲解是破国弓炮 2014年的半岛碑 全国关交型赛 红方是孙颖针 黑方是卸进 开局过弓炮 对战骑马 那么红方请骑兵 黑方形成单体马 红方选择挺兵 针锋相对 黑方的话选择炮平三 试图能把狙拿出 那这里还要走出三机 威胁马 红方索性的一招两用 上马 又把狙封住 又避开了狙三机的威胁 找个机会还可以切入 黑方强行去打 迫使对方离开 目的就是为了出狙 红方踩炮虽然先手 但是黑方这部出狙抓炮 抓着炮你在捕试的话 你刚才踩着炮 他以退为进 就可以把这个马子抓死 所以有一个后中线 红方继续看住 也不管 到这儿的话 现在踩着炮 那你这个狙也不能掌 狙一掌 他拱个兵 进炮之后又打死狙手段 所以的话 这个炮轻轻闪开 对方这个时候 先把狙封住 避免黑方压过去 牵制无根狙炮 黑方的话上马 准备强行踩充兵 形成一个空头炮 冲炮杀 红方自然是飞向 补强中度 而且的话 这里补适 还能出狙 现在这个棋的话 黑方赶快把狙拿起来 红方也就顺势进行了一步 吃对方的马 这个意思呢 就在于啊 他有一个将来掌狙去捉 试图呢 去交换 那黑方现在牵住红方 比较积极 他不换 这儿的话 这个棋随时炮可以打边兵 双狙过来 可以从底线威胁他 那红方这棋就先上了一步马 这步棋呢 似乎有点用强 这棋应该走的时候先牵住 不要给黑方脱身 将来再考虑往里切 如果对方不让你切 把红方给兵器进一 那么你这里一走 他踩掉你 这边可以持中足 所以这步棋的话 就非常厉害了 那这儿你要是敢拦住的话 他现在这个棋啊 就上马硬将你了 这边呢 不但跳马将军 这边还打着军 所以你拘二平四就丢狙了 你砍掉的话 那这里啊 就也是丢狙 所以这种棋啊 牵制啊 效果更好 实战选择直接切入 那这棋看着怪凶啊 黑方架起了中炮 到这儿的话 红方也就陷了一个兵 稳一点的话 可以拱边兵比较好 那陷这一个兵的话 黑方吃掉 红方那不狙 亮出 黑方现在就上马 隔断 意思就是 骗你吃马 然后我吃掉你的炮 把你接着 逼退啊 对方的话 甩狙 到底是一样的 那么叫杀 就飞向 那最终你不能去踩这个势啊 否则把你炮吃掉 这个马还被围死 他只能吃马 然后这个棋就吃掉 对方正常要逃 那么这儿的话 这个棋 他炮可以闪 那炮平八啊 一闪之后呢 你一牵 人家进去再把你牵住 将来还要禁足威胁你 所以这个马退回容易被牵啊 他选择冲兵 顽强一些 黑方就甩狙 吃着炮 你要走开 他又不是啊 现在还可能会出老将 挺门栓威胁 所以呢 红方就进一步 试图呢架松炮 跟黑方做一个交换 黑方还是贯彻体温栓啊 这儿也就选择对一下 现在由于他具有根啊 你牵也牵不住 他吃你炮 所以的话正常 那吃掉对方一吃 还抢先手 黑方索性呢 暗度陈仓啊 这个小足就杀过去 这儿的话 这个棋 红方你要换 黑方也就吃 所以这样的棋的话 那对方啊 他选择是鱼子平五 填进来 黑方小足就过来 一旦你这个棋啊 中路实相一走开 就要抓死鱼 所以对方的这里啊 也是尴尬 你想去吃对方的这个足 没有机会 他这里就穿一箱 刚才说到 你不能落实啊 这里抓死鱼 所以对方无奈的情况下 退回 到这里的话 黑方选择是鱼八退三 那红方选择是掌鱼 红方已经不好下了 他不能变 黑方这个棋呢 一点一退啊 双方循环了一下 最终呢 这个棋选择 足鱼 这个小足呀 就蛮天过海 你不能吃 吃完臭你去 这儿的话 这个棋 红方只好双鱼一线 黑方小足继续欺负红方 红方眼看对方点将还得回 首先直接退回 不想被利用 此时呢 这个棋呀 他想找机会 吃中足 黑方已然过两个足啊 他这个棋呢 只要把中炮砍住不丢就行 进鞠 牵住对方 如果你走这个马的话 那么这里啊 看似有一招可以采鞠 鞠啊 将来一吃鞭冰啊 这就会丢一个炮 但是问题是 他这边呢 是有一个过河足砍住的 他不用足鞭一拱啊 这样的话 那双鞠三个足这 肯定不用下了 这临场对方呀 不知道该怎么走的 拱了个兵啊 黑方小足只管下 火方退了一步 黑方也就选择管冲 这个时候对方回去 试图踩炮的时候 那这里啊 正常如果吃鞭 他就换掉你了 所以呢 黑方就别如不让啊 到这儿的话 不想丢这个冰 那对方上马之后 这里小足再一冲 眼看要叫杀 对方只能起举砍炮 黑方小足再一冲啊 到这里的话 随时举往下一点啊 就形成一个强行啊 围城之势 这红方啊 颜看黑方就五个啊 自立 双鞠三足太厉害了 实在是没办法抵挡 只能忍输 那这盘棋 卸进获胜 这盘棋讲解是 2022年的押运会 第一战场 红方照信心 黑方是陆伟涛 开局先指路对阻底炮 那红方开始就想利用虾儿狗骗对方 那么这里要切进去了 黑方上马稳扎稳打 到这儿双方呢 赶快开出大字 最终呢 红方拐交马 那黑方就把鞠封住 到这里的话 红方也是稳健吃掉 黑方推炮 这里有一个骗招 就是将军抽鞠 红方还不能落相 也不能选择一个捕士 否则他平炮过来打底鞠 将军还抽着鞠 所以你双鞠不在 那当务之急 他炮八平五和炮八平一都很厉害 红方直接兵三斤 就不让你过去 如果简单去换的话 那你亏个兵肯定不行 红方就守住河口 黑方如果还要冲 那就吃掉抓马 这里的话 黑方不肯 他上马 这其实是一把飞刀 你不能选择这个牵制 刚才这个炮回去打鞠 加上这个上马 已经两把飞刀了 如果你现在平炮 他现在上马 给你吃个炮 你看似得子 人家马上来之后 有一个进七足 将来拱着鞠 将军抽着鞠 手段太多 受不了 所以红方这个棋 简单采掉 那么这的话 黑方继续贯彻上马 进足 攻一个鞠 这套路太深 红方甩开之后 有一个抓双 迫使黑方采掉 接下来这棋 赶快落相 把鞠要拿出来 黑方这个棋 进足 继续威胁 红方先出鞠 黑方的话 砍住 这儿红方呢 就兵武精一威胁 黑方退回之后 把这个足吃掉 黑方呢 踩兵抓象 抢先 这个象一走开 黑方的马 可能会上马卧槽 所以的话 形成一个双向连结 那么黑方暂时 也没有点位 他选择是放中炮 这儿红方呢 掌鞠 面对你这个足武精 浑然不拒 他什么意思呢 给你这里啊 你将军看似吃鞠 人家炮四平五 你动不了呀 那你只能选择打掉 再吃鞠 人家瞬间一将吃你炮 你对鞠都来不及 对完之后呢 瞬间向掉你 至此局面 我们看到红方多子 多了个炮 所以呢 这个棋 你看着吃鞠 根本吃不到 炮四平五太精妙 然后的话 这个棋啊 对方就逃跑了 红方再去捕试 所以双方这个套路很深呀 开局黑方给红方 玩了两个肥刀 红方没上当 红方这里呢 故意空城计 引对方进来 骗对方马吃 来了个反套路 对方也不上当 所以双方这个高手下棋啊 确实精彩 捕试之后呢 跑八金一 这儿对方赶快选择上马 那么红方顺势把鞠打进去 到这儿的话 红方肯定形势稍好一些 接下来啊 点鞠 找机会呢 就过来勒马 那对方也就飞个像 他的意思是啊 你鞠一过去 他就出鞠 将来这边呢 威胁你 所以呢 这个棋啊 红方还是先卡住相眼 这儿盯着对方再说 黑方仍然是出鞠 那双方就心情交换 换掉以后呢 这个棋的弱点 就在于呢 这个像有点问题啊 这儿肯定要捉 那黑方当然是挡住 红方的话 选择这个进炮去打 意思呢 也是在于 想要去破个像 如果你现在走炮八瓶九的话 他可以平鞠啊 吃你的马 所以先进炮打鞠 让他没有这个机会 对方只能进炮 如果你躲开 他一飞向就守住了 所以红方赶快吃 这儿的话吃你个像 这边你想吃炮他有根啊 所以呢 红方在这里 局面是稍好一些 黑方赶快飞向 这儿的话把他赶走 然后呢 选择居二金四 控制住 红方的马 红方这个棋 选择居七瓶九 吃 黑方的话 就平鞠追马 这里的话 红方 出老帅 先看住 这儿的话 那对方就知识 防止这里啊 底线将军 闷弓的可能性 然后破像 现在这个棋 平鞠过来 有一个底线将军 抽子 黑方自然是补识 那这儿的话 你现在如果强行下 他可以出老将 反而抓马 那不行 这个炮就等着你啊 你敢出老将 我炮给你将 所以这炮要防守 他不敢动 这儿如果能对个局的话 红方这期肯定是啊 多向好下 而且兵种好 黑方当然不肯 就退回了 红方现在 中兵如果丢掉 黑方就会占优 所以呢 赶快守住 接下来 黑方小坐 往过晃 红方的话 也是平炮 堵住 找机会上马 那黑方就只管上 踩一步鞠 这儿退一步吃 一看 没便宜 什么意思呢 踩鞠这个棋 它本身啊 是想过来 把你试踩掉 你试杀你炮 那红方守得很好 那黑方也就退回了 然后的话 平鞠 一记不成 再来一记 这边你不让我破事 我就将军叫杀你 上马之后呢 就捉你 你上去之后 我就穿江 那你的率位不好 将来这两个马 一旦一跳过来 你就危险 这个棋啊 黑方进足 红方一看 你这么厉害 我给你对个鞠吧 这儿 不让 然后点鞠 是为了牵马进去 黑方顺势上马 准备回马将军 红方这个棋稳一点 可以落相 继续保持先手 平炮的话 这个棋遭到黑方一个利用 这儿的话 你上马 人家顺势一将 接下来这棋啊 你要知识才识 肯定不行 选择再平过来 这样就被吊住了 黑方上马之后 那红方这些挺边兵 黑方就平足 这里红方顺势一将 想去吃相又不敢吃 因为他退狙 把马锁死 所以这个棋很厉害 那红方狙进一步 强吃对方的相 还是想骗对方退回去对啊 那换个狙的话 红方这棋比较好 这儿黑方就不管 他把红方炮牵住以后呀 那这里就要受攻 因为红方巨马冷罩也有棋 所以黑方必须要抢先进攻才行 那吃你个相 你如果不吃 他饱一个足就更厉害 必须要吃 将军之后 如果落相踩掉 所以他下 下去之后呢 把相踩掉 准备马牛进五切入 红方也必须吃 黑方这个棋 先来准备呢 杀炮一将 这儿的话 这个棋选择进老将 挑一将 出来之后回马继续追杀 这个棋看着危险 实际上也不怕 这儿需要注意是不能上帅 否则对方踩掉之后 一次跳一将就 危险了 所以他关键招法是要退回 这个棋啊 那黑方继续进来 红方也就上 黑方这个棋 赶快山上将 避免被红方将军脱身 红方必须要跳马才行 不然狙不敢动 黑方的话上马 有一个狙吃炮 你不敢试啊 接下来这棋啊 选择炮再退一步 非常稳健了 那红方这个棋啊 守得啊 很稳 黑方退回要吃兵 红方就退回杀众足 到这儿啊 应该说到了关键时候了 现在黑方有一部 拘四品三 赶不赶走呢 看着好像要赢棋啊 其实人家把马给打 这样你是不成立的啊 所以呢 这一系列 近老帅的幻想啊 点一将 推炮 跳马一将 破试啊 吃炮 是不成立的 所以呢临场啊 他不敢这么下 那红方就不起走的是 算度深远啊 那么黑方也是不敢 轻挤妄动 只能上马了 准备用狙啊 吃炮 红方呢下出了 狙五平六 此招一出呀 也就明金收兵了 因为到这里的话 你将军人家进去了 确实没骑啊 所以到这里 双方必将是一个交换 换掉之后呢 这个结果 我们看一下 那很明显啊 现在丹马对马兵 刚够合骑 这盘骑啊 双方就握手言和了 撤我 这里就开始了 所以